那我们在北冰地下道 在做年度的保养 从今天1月3号开始 预计到1月7号 那总共保养的项目 有我们相关的电机保养 海水系统的一个检测 那再来就是整个一个基础的 一个相关的基本维护 那还有我们环境的一个清洁 那我们再只要谢谢 我们相关的科室 有清洁队 那我们建设客 还有我们的协力厂商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基础保养 我们记得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也发生过 因为累积的因素 造成整个海水系统抽水机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趁这次的机会 那这几天来彻底来做相关的检修 希望能够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那也针对相关的一个照明的部分 在做相关的一个检测 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用路人的配合 那在未来在过年期间 有一些路段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一个清洁跟修复 那在此也希望也谢谢大家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未来新的一年都能够一切平安顺利 那在原本我们预估的到7号的一个日子 那如果说在清洁跟整个检修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允许的状况下来做相关的提前的部分 提前开放的部分 但是这也要看我们所有清洁的状况 还有整个检修的状况 他们的一个情况而定 这也要看我们所有的检修